來到最新一期星運 今期我就不會就著新月圖 去做一個general的星判分析 為什麼呢? 因為我覺得其實在接下來這段時候 最大的量點 不單止是量點 是最大的危機 大家需要注意的地方 其實在我 在5月17號的凌晨 4點35分 其實已經公佈了出來 詳情我會在這個post的文字內容 我會把連結出來 大家可以重溫一下 講起我每一個post的文字內容 其實我自己出post 我塔尖亂林出post 是真的圖文聲並謀的 大家千萬不要只看圖 或者去聽片 就不去看文字 因為最近竟然有客人說 咦? 不知道我塔尖亂林 是正在做一個黃色經濟圈 去幫其他黃店優惠的一個campaign 是的 我說咦? 其實我在 我在我每一個post裡面 我都會打這段文字出來 他說我沒有看文字 唉 真的 怎麼幫你呢? OK 好 那 也當我想說什麼呢? 是的 同時在這個post的文字欄那裡 我也解釋了 那就真的成門口愛 很感謝大家的支持信任 是的 那我今期真的是超忙 因為我開升盤 就是我算命層面那邊 那些客人已經排到去才拿去 是的 就是我塔羅占卜 大家都知道 其實我是24小時候 或者 就是如果有時太晚 那就每天吧 是不是? 但是我不會拖的嘛 塔羅占卜 是的 但是呢 算命那條隊真的排得太長 那就 嗯 令我不得不作出這個沉痛的決定 就是說呢 接下來15滿月的那個星運呢 是要取消 是的 但是不如這麼說吧 其實 我寧願 跟大家趕緊取消 有一個心理準備 而如果我到時真的有空 我真的搞定我算命那些客人呢 我反而到時出 令到大家有一個bonus 明白嗎? 不要到時才說沒有啊 那那個負面情緒會更加大了 是的 但是我想一想 因為 其實 最近 真的差不多 我想2020年以來 那個星運呢 有很多的制度和模式 都是不斷的很多的改變 但是 大家不要怪我 因為 正所謂 知否世事上邊 便還原是永恆 是不是? 所以呢 是不斷的進步 很多的改進 但是呢 我不想經常好像有太多的一些 翻天覆地的改來改去 令到大家 產生一些厭惡的程序 那不如我這樣說吧 嗯 我不要說一刀切 一定斬走了 十五 接下來十五個滿月星運 是的 但是呢 綜合所有平台 是的 如果最高like數的三個 是的 的三個星座呢 那我接下來 即是今次 是今次這個初一星運的每一個星座 哪三個是最高的like數呢 綜合所有平台 是的 那我就 在十五滿月那一期 我就寫刀寫出來 是的 但是 還有 Absolutely Speaking 你也是要過了20個like的 是的 因為 坦白說 你小貓心思就是我做 是不是? 就是 大家可能都是鬥 每一個星座都有一兩個like OK 那難道我 做給兩個like那些題嗎 是不是? 那 即是沒有什麼用 是不是? 是的 那麼 也是 Facebook我想見到紅色深深 不想見到藍色的那個手指甲 好 那最後 雖然我一開始就說 不會去講 就是就著這個新月圖去做一個分析 但是呢 不說還需說 是的 不講還需講 因為我畢竟呢 其實說真的都已經是 去 幫助了這幅新月圖回來的 OK 那 真的很簡短去講講會發生什麼事 其實最重要是這個三分上 OK 很多的藍色線線 就跟這個新月形成了一個三分 那同時呢 這個天地 即是這個IC就有這個 金液合水的 是合得正正 是搭正這個IC 那其實今期這個農曆潤勢 會發生什麼事呢? 一些婚生家 爭遺產 離婚 兄弟 一些家族的決裂 是的 OK 好 那 但是 但是最重要那個 最嚴重那個 星象分析 在接下來是會發生什麼事呢? 那就看回 這個文章 就是這個POST的文章 的那個 那些連結 是的 就是我在5月17號的 凌晨 4點35分 已經有講的了 那就接下來 唯有祝大家是 平安大吉 無論你是上星還是太陽獅子座的朋友 伴隨著這個 滿 失誤 失誤 這個新月 在雙子座 那整個農曆潤勢月 對你們來講呢 是說真是比較差的 真的 是的 那尤其是呢 在我剛剛片頭那裏呢 我不是做了一個 新月圖一個很快的分析嗎? 是嗎? 我再說一次 新月圖那個是一個很簡短的分析 但是它的重要性呢 都不夠 我在5月17號凌晨 4點35分 做的那個計算 那麼重要 是的 因為那個的危急性是 大一點的 OK 那我希望大家會 要注意到那個 是的 那怎樣去找回那個計算呢? 就是看回這個POST的內文 就是那些文字那裏 會有連結的 好了 這是言歸正傳 但是呢 就是我 我生月的那個很快的分析呢 原來就是非常適合 到你們獅子座的身上 是的 那就 真是家庭 會出現 有關金錢的摩擦糾紛 是的 那尤其是 就是 兄弟之間是可以 兄弟姊妹 是可以 發生一些很激烈的鬥爭 是的 然後 夫婦之間 可以是有一些出軌的狀況 是的 總之在這個家 這個環境裏面 其實它本身是充滿安穩的 對不對? 但是因為一些利益 通常我們說利益就是金錢 是的 或者一些誘惑 是的 一些 我們很難去抵守著的一些 蜜糖 OK 但是它呢 原來是一個刀頭之物 就會造成一些 非常之 嗯 可以是一些很恐怖的一些結果 是的 那 然後 嗯 因為你們 絲絲再牽涉在內 是的 我還要告訴你 就算 就是 我當你們是一些長輩的話 那你也要留意一下 你們家裡 就是這個家族環境裏面 的一些晚輩 是的 尤其是如果他們是男生的話 是的 他們就會比較容易是有一些 大家之間是有一些細成水火 是的 那作為長輩呢 可能要去幫忙去做一下 中間人 去調停一下 是的 但是總之在這些很安穩的環境裏面 因為其實 家 是我們安全感最大的來源 Supposedly 應該是 是的 那 但是 這裡會出現一個這麼天翻地覆的改變 那是令到你們呢 是 嗯 好 有一個很緬懷 哎呀 其實是懷緬還是緬懷 好像是緬懷 是的 緬懷 會有一種緬懷的心情 是的 有一種念舊的心情 會覺得 唉 為何今時今日會搞到這樣 有一個這樣的如斯田地 是的 那所以 就是 詩子座 是的 在這個農曆論四月呢 有一個這樣的心情 是的 那 還有 那 除了 如果真的不講家庭的話呢 就要看一下你們有沒有自己的business 是的 如果 你們是一個詩子座的老闆 然後你們有一些下屬呢 你都要小心他會造反的 尤其是如果他是一些年紀比較輕的年輕人 是的 那就在這裡祝你們 祝你們 詩子是可以 可以 很順利地度過這種情緒 是的 那我也都 希望 你們不會是被過份牽涉在內 而是他影響到你們的生活 OK Good luck